星劍將升空 低軌衛星也要起飛了嗎? 這一檔特別強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Cathy 讓我們歡迎外向何老師 哈囉,大家好 最近市場上的焦點 馬斯克SpaceX星劍要升空 可是昨天臨時喊咖 但是今天的低軌衛星好像還是很厲害 都沒有受到這個消息的影響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像沒什麼影響 其實這個馬斯克的這個星劍 也沒有說要全面停止升空 沒有,只是暫時稍微調整一下 後續還會持續升空 所以根本就不會影響 這不算利空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星劍 我個人是非常覺得非常好 而且看到他們這些設備 真的它這個火箭 做的真的太有科技感了 那現在講說什麼要升月球 第一步要先到月球 這個美國再一次把人類 送到月球 名字也取得很酷 叫星劍 叫Starship 很像影集裡面還是電影裡面才會出現的名字 所以跟大家講 其實包括SpaceX所有的這些產品 陸續相關的供應鏈 還有這個衛星的這個他們這個星鏈計畫 基本上都會持續長久一直在進行下去 而且目前星鏈升空這個衛星 他估計要升多少顆衛星 要升4萬多顆衛星 現在才發了多少才發了還不到1萬顆衛星 所以還早呢 後續的衛星要持續的往上 往這個地球軌道上面送 所以基本上這些 像這邊有講了非常多的公司對不對 都可以持續的來關注 都會持續看好 那問題就是說什麼時候要做買進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來做這個股票的時候 其實常常有些人可能想要做這個價值投資 有些人可能做這個價位投資對不對 到底要做哪個賺的比較多 我跟大家講其實你做價錢還是賺最快的 好那再來講 其實你看一下這個昨天 昨天講說這個聖達科 一度上漲超過6% 然後站上五日線 然後康書也大漲7%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康書 那其實其他像這個金寶公轉也上漲6% 其實都上漲都還不錯 重點就是什麼時候買 股票就是買跟賣而已 什麼時候去買這個很重要 好那再來台陽那部分 台陽部分其實這一次什麼 這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體驗活動有沒有帶大家去買 有帶大家去買 今天啊 漲停板鎖使 一開盤的時候沒多久就做鎖使了 好另外跟大家講一下台陽對不對 鎖使 另外我們這個體驗活動還有帶大家做什麼 TPK 普安 三檔漲停板 今天市場上誰比我們強 沒有人比我們強 超厲害 我們這三檔都是有發給這個訊息 發給我們體驗活動的朋友 所以大家這一次的活動沒有參加真的太可惜 但是活動已經結束了 所以跟大家講 趕快如果你還想要了解說後續 要怎麼樣才能買到這樣子的股票 趕快來參加 趕快到下面這個連結來做詢問好不好 跟你講說 後續還有哪些股票可以買 好那帶大家看一下台陽 台陽今天是什麼 有沒有像火箭升空 對不對 一下就漲三天就漲上去了 那我們跟大家講 你看我們什麼時候發給訊息 給這個體驗活動給大家 4月17號是什麼時候 昨天 昨天早上發今天漲停板 現轉 台川也是一樣 台川也是隔天就漲停板 上個禮拜發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每天要找到點火鼓難不難 其實不難 而且 這個新聞講說衛星軌道這些商機 對不對 其實這個商機持續都在 但是問題就是怎麼買 這個什麼時候買跟什麼時候賣 才是真正 你在股市中能不能賺錢 這個重點 你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昨天買今天賣 對不對 直接就賺10% 你去領股息 一年搞不好分下來 搞不好只有6% 已經算很高了 殖利率6%已經算很高 然後搞不好還沒辦法賺錢 殖利率賺到了 這個利息賺到了 價差 他就一直跌一直跌 但是怎麼樣 跟大家講其實你去算一算 到底能不能賺到錢 到底怎麼樣的方式賺錢比較快 我們跟大家講 德國股神講說什麼 講說想要翻身的朋友 一定要做什麼 要做投機對不對 投機大家聽起來覺得很難聽 覺得很恐怖 但其實長期市場上有一部分的人 把它污名化 什麼叫投機 就叫做買低賣高 對不對 買低賣高聽起來就不會很恐怖 不會很難聽對不對 市場上所有人 不管是股票市場還是什麼 這個房地產市場還是什麼 雞蛋也都一樣 很多人都在做買低賣高 所以跟大家講 不要去排斥說這個做價差 再來看一下康蘇的部分 康蘇是怎麼樣 康蘇其實你看到在這個38塊的附近 這個地方有個支撐位置 從這個29塊往上漲之後 在38塊之後 漲到43塊到又回漲到38塊就跌不下去了 那其實跟大家講 在昨天的時候拉出一根上漲的大洋條 這個地方漲幅算是非常的強 今天要稍微做休息 為什麼 因為這43.5這邊有一些壓力 有一些賣壓出現 但是沒關係 我認為還是有辦法持續做上工 還是持續看好 這基本上衛星題材 都是長久的題材 不是說一兩天就消失 但重點還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買跟怎麼賣 以上資訊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持續來追蹤 我們這個LINE跟TG的訊息 謝謝王老師精采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消息 記得加入老師LINE跟TG 那財經即時通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謝謝王老師 謝謝王老師